大家好,我是Stan 彭坦松原蛋的所属公司HIBU 今天收购了开启韩国爱豆市场的SM娱乐 今天HIBU以4228亿韩币 收购了SM娱乐大股东 以苏万持有的股份14.8% 一举成为SM娱乐的大股东 获得了经营权 虽然说HIBU与SM娱乐会是独立经营 但是严格来说 因为这次的收购 HIBU成为了旗下拥有彭坦松原蛋 Exo,70,NCT等的超大型经纪公司 在这里应该会有很多网友们好奇 HIBU为什么突然收购了SM 以苏万又是为什么会把自己大部分的股份 都卖给了HIBU 接下来就给大家非常简单的整理一下 这个原因 今年2月初 SM的两位年轻CEO 排除以苏万发表了重新整顿 SM娱乐制作系统的SM3.0事业计划 在这里大家先要知道 其他大型经纪公司HIBU结尾P娱乐的话 Panxiao跟Panxiao都在公司有正式的职称 也有拿薪水 需要负责的时候还是要负责 但是以苏万其实在SM娱乐没有正式的职称 只是最大股东而已 虽然在SM没有正式的职称 但是以苏万自己设立了一个个人公司 LikeGui 与SM娱乐签订合约 以Idle Producing为事业 从SM娱乐的利益中 收取高额的手续费用 而就算SM娱乐与LikeGui的合约到期 SM娱乐也要支付LikeGui 应援收益的6% 因此很多股东们认为 以苏万用不正当的方式 获取了SM的利益 实在是人无可忍的Line Partner 也就是代表小股东们一见的私募基金 从去年开始强烈要求 以苏万整理掉LikeGui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 会在下次的股东大会 全面改组董事会会让新的董事们上任 担心自己饭碗的管理层们 最终站在Alline Partner这一边 排除以苏万发表了SM3.0计划 眼看自己要被除掉的以苏万 赶紧拉还不进来 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 在2021年8月份的时候 还有想要收购以苏万的股份 但是当时被以苏万拒绝了 而因为这次以苏万的出境真的是有点危险 所以就马上联系了海埔 表示要转账自己的股份 让海埔成为SM娱乐的最大股东 好拥有经营权 这样一来 以苏万虽然不能再利用LikeGui 获取私人利益 但是可以以制作人的身份 经营SM娱乐 看到这种情况 感到危机的CEO们 就想要与SM的第二股东 卡靠娱乐联合起来抵抗以苏万 这就是昨天为止的情况 结果今天 海埔联手以苏万 成为了SM娱乐的最大股东 而在这次的收购案 以苏万放弃了自己的个人公司 LikeGui 与SM娱乐合约到期后的三年 也收取因缘手续费的条款 海埔也表示 会尊重按照以苏万的意见 来改组SM娱乐全新的董事会 所以韩国网友们都非常关注 预定在三月份的SM娱乐股东大会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真的是最烂的结尾 本来很期待没有以苏万的3.0改革 现在以苏万回来了 公司也卖掉了 如果现在的管理层门 没有排除老头的话 就不会有海埔这个结尾了吧 开启韩国爱豆产业的SM 竟然被其他经纪公司收购 真的是历史大事件 真的现实更像戏剧 不喜欢以苏万 所以本来希望是卡扣 真的很烦 我不是喜欢以苏万 是喜欢旗下艺人而已 因为以苏万的贪欲 以及公司内的利益斗争 导致了现在这个样 你们还在那里不喜欢卡扣 不喜欢海埔 真的很可笑 用一个防弹能走到这个地步 真的是大方 刷大拍的NPC电台 应该很紧张了吧 从海埔到SM 所以对于 还不成为SM娱乐的最大股东 华语圈的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然后想问一下 SM的家族粉们 对于以苏万 实际上是继续掌握SM娱乐 又觉得怎么样呢